偷渡來臺的陸籍 軟性男子被抓時 沒有太多掙扎 只是聲稱投奔自由的他 被查出海軍退役 曾任艦艇艇長 看來偷渡計畫很周延 只是這背後 是否還有高層指點 而且軟性男子 闖入淡水河口的時間點 约末十點鐘 似乎也散過 趁著交班空檔 城區植入 甚至不排除 軟性男子對臺灣法律很熟人 律師解析根據相關法律 若以目前曝光的資訊來看 軟性男子並無接觸 疾病設施也乖乖配合 雖最重可判五年以下徒刑 但過去判例多不超過六個月 除非違反國安法 發起租支或是竊取核心技術等 才有可能被重罰 而我方客流對岸退役軍官 日前有軍職再生的金門調客 尽管向判退役解套 仍被大陸拘留中 但談判换求前 該有的調查是必少不了 TVBS新聞 無可言去換柔 台報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